哈喽大家好 我是指导老婆的老婆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那么老婆哥今天到了周五了 给大家会上几件比较有特点有特色的词器 咱们首先看这个小盘 这个小盘出现过老婆哥的视频当中 之前的小盘都没有发色好 没有这个画的比较细路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康熙时期的青花提兰盘 这个小盘的发色非常的淡雅 我们看一下非常的蓝眼 然后这个小提兰的画的也是比较标准的 一般像我们这种迷谣东西的画的比较草 这个小提兰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品项跟尺寸 整个小盘的边缘没有任何的肥皮 也没有充现 然后就是在它的底足上 底足上会有一个二重皮 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一下 什么叫二重皮 这儿 我们看到了 也就是说这儿形成了一个二重皮 但是没有掉 这个就是一个老的硬力 磕到这儿以后形成一个二重皮 或者是在修胎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 然后但是它在底足上 这个只是给大家放大看的话 会比较清晰一些 那么对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会有影响 如果是全美品的话 这个小提子的话 应该是在五六百块钱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反正有一个爱重皮给大家一个折扣 喜欢的话还是非常超值的 这个价格能请到一个康熙的传世的 这么一件青花蹄蓝盘 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东西 当一个碑城当一个湖城 确实是非常好 而且很规整 那么咱们看下一件 下一件我们介绍冰霉罐 这个冰霉罐大家一看发色比较蓝眼 然后手头 因为没在您的手里 在我手里手头 比我们晚清的时候偏轻一些 胎质略薄一些 我们再看修胎 修胎的方式就把它确定为什么时期 它就是一个我们典型的民国时期的 这么一个冰霉罐 这个冰霉罐整个造型还是比较漂亮的 发色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高度跟品相 这个冰霉罐它的整体高度是10.5厘米 然后它的镀镜达到了11.5厘米 也就是说它的镀镜比它的高度要大一些 所以给我们的感觉非常浑圆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小冰霉罐它品相是一个全美品 就是口原上没有任何的磕碰出现 那么这个小罐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市场价格 如果需要的话这么一个冰霉罐就请回去了 还是非常超值的这个价格 那么我们接着看第三件 第三件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产枝牡丹的这么一个青花罐 大家看一下这个罐子它绘制的 蟹苗青花的绘制还是比较细路的 而且比较规整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案 这儿画有一个牡丹花 这是我们管的叫做钩子莲 看这个钩子莲画的是比较饱满 再一个是比较密实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细路的这么一个罐子 非常好看 再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青花发色 青花发色非常的沉沉 我们看一下这个罐子的年代 这个罐子的年代 我们通过它的青花发色 以及它这个蟹苗的细致程度 再一个它的胎底 胎底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胎底其实火车红还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看 拉近了以后火车红非常明显的 这个就是一个清中期的 还是一个嘉庆的 但是给大家包罗到道光时期 也就我们所说的叫家道时期的 这是嘉庆的应该没问题 包罗到道光 还是比较细路的 它并不是一个全品 口言没有任何的磕缝重线 底足也没有任何的磕缝重线 看底足非常的漂亮 非常开门 但是在它的身上 肚子上有一个小短线 不起眼 要是不指出来的话 很难发现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一厘米多这么一点点 一厘米多一点点 这么一个小短线 透了 所以老黄断在这也会给大家 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如果没有毛病缺点的话 这个罐子它的价值 应该是在2000块钱到2500 那么因为有了那么一点的小毛病 摆放是不影响使用 也不影响摆放 摆放也看不出来 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如果需要的话 就价格把一个这么大的 非常开门的 我们嘉庆时期的 这么一个缠织母男罐 请问去还是非常超值的 就是一点点小详次 那么我们接着看 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盘子 一看这个盘子 大家这种形式 大家应该就猜出来了 这个它就是康熙到雍正时期的 应该是属于康熙时期的 这么一个青花繁红苗金的盘子 这个盘子非常有特点 它中间是一个主开窗 主开窗里面画着我们甲山 有我们庭院 还有我们的花卉 配有我们莲花 我们管的叫做一鹿莲科 一鹿莲科的寓意 就跟我们连生三级的寓意差不多 也就是这个官鹿横通 就是扶摇直上的寓意 然后这儿画有什么 画有一个只昆虫 其实这个昆虫是什么 是一个起飞的蚂蚱 我们管的叫做什么 飞黄腾达 这儿会有一个假山 这儿会有栏杆 这儿会有一个牡丹花 这儿会有一个大树的梅花 我们又管的这个画片 叫做一鹿莲科飞黄腾达的 这么一个画片 然后我们看一下边市 边市在边市上还会有四只蝙蝠 我们看一下四只蝙蝠 我们也管它叫做伏在眼前 然后这是锦帝纹的开窗 锦帝纹形成的开窗 开窗里面会有牡丹花 这个是一个宝像花 这儿是一个宝像花 所以说这个盘子画的 是非常的美艳 特别是展翅的白鹿 这儿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蚂蚱 把我们整个画片都带活了 它的最大的特点 还是具有豆彩风格 之前老侯哥给大家讲过 康熙时期的豆彩风格的盘子 它不像我们用正时期的那么明显 就是我们所有的景物器物 都是由青花苗边 然后用彩去填 用粉彩去填 那么我们康熙时期的 它具有豆彩风格是 也是青花苗边 但是里面用彩填 就是几种颜色 红色黄色去用这种彩去填 所以我们只能说 它是具有一个豆彩风格的 这么一个盘子 确实也是非常美艳 所以说我们一般有动物的题材 肯定要比我们花卉的品级等级 价值要高一些 我们看到不倒带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 通过底下的玄皮痕迹 我们测光看一下 它是非常开门的 再看一下这个胎 这种胎就不用老霍哥多讲了 这个胎是非常的开门 而且非常的干净 诺黄的 火是红的也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这是一眼开门老的 康熙时期的 青花梵红苗金的遮烟盘 那么预意又非常的好 我们就管它叫做 一路连科飞黄腾达的遮烟盘 那么遮烟盘它的品相尺寸 这个遮烟盘的尺寸是23厘米 它是一个千三代标准的尺寸 就是23整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品相 其实这个品相还不错的 属于全品范围之内 那么它只有一个非常小的瑕疵 瑕疵比较小 就是我们看这上面的 我们所说的青三代的老盘子 这会有一个非常浅的小飞瓶 特别小的 老霍哥会给大家仔细拍一下 可能是测观看 这有一处不明点小飞瓶 那么老霍哥尽量能看到的地 给大家都说清楚 以免咱们藏友们收到了以后 会有一些小的争议 其实背后应该还有一个 背后背后这还有一个飞瓶 这还有一个飞瓶也是浅飞瓶 非常浅的 扫了一个边没有伤到肉 非常浅的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品相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在我们康熙时期保存下来的 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合适的 合理的市场价格 也是比较低的价格 如果喜欢的话 就两个寓意这么吉祥的 这个是老霍哥第一次见到的 像这种展翅的白鹤和展翅的白鹿 这种形象的盘子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个价格请回去一个康熙时期的 还是非常难得的 按说如果没这个飞瓶的话 市场价值卖到4000到4500都是轻松的 那么我们今天看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大家一看这种形式 我们就管的叫做什么 叫做棒翠瓶 为什么叫做棒翠瓶 我们看拿起来像不像一个大棒翠 像一个大棒子一样 所以我们管这种形式叫做棒翠瓶 然后这个棒翠瓶它会有开窗 上面我们看到了会有一个开窗 下面会有一个主开窗 我们翻过来的背面的同样 上面一个开窗 下面一个主开窗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主题文是吧 然后它的编饰 编饰看了吗 这是一个宝箱花 画一个非常繁复的宝箱花 这还有一个小开窗 这个小开窗里面会有花卉 而且会有一些我们所成的水果 包括这些盘子 然后底下又是一个宝箱花 也就是说上面一朵宝箱花 下面一朵宝箱花 非常对称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兼顾纹饰 兼顾纹饰我们看了一圈 这是一圈的牡丹花 对牡丹花画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展 而且是缠绕在一起的 我们管它叫做缠织牡丹 然后我们再看上面的开窗 上面的开窗画的是人物 这个三个人物在划龙舟 看了这是一个龙舟 这是一个龙头 也就是人物花卉龙舟图案 然后这又是一朵宝箱花 画的是非常繁复 上面又是一个产枝牡丹文室 这面的开窗同样是一个龙舟 上面做了三个人物 然后会有一个牡丹花花瓶 这个画的是相当的繁复 我们看一下解读一下主画片 主画片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束大大的牡丹花 然后牡丹花的花枝上面 吊着一个金钱 我们管它叫做伏在眼前 下面会有一个孔雀 或者是我们叫做凤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案 上面吊有什么呀 吊有一个风筝 我们管它叫做蒸蒸日上 然后底下会有一只公鸡 这只公鸡 那么它的寓意就是大吉大利 官上加官了 就不用说了 旁边画有一颗大大的花卉 这个寓意非常好 蒸蒸日上 浮在眼前 然后凤川五丹 大吉大利 官上加官 也就是说古人把所有美好的寓意 都汇在了这个磅水瓶上 那么这个磅水瓶 它是一个什么彩 它是一个粉彩的 大家看到 这是属于一个粉彩的苗金的 我看器物上 这个苗金用的是非常多 包括我们龙舟上 给大家聚一下脚 包括我们龙舟上开窗 这四边开窗 描绘的都是苗金 包括我们公鸡 鸡身上的羽毛 而且公鸡画的是唯妙唯肖 而且花卉画的是非常舒展 这么一个精工细做的 这么一个棒嘴瓶 我们量一下尺寸看一下 它的高度达到了24.2厘米 这个棒嘴瓶 棒嘴瓶的尺寸 也是属于一个尺平的尺寸 然后它的品项 它并不是一个全美品 我们看一下它会有它的毛病 在流传使用过程当中 在口岩这 口岩这会有一个抱柚 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聚一下脚 这会有一个抱柚 看了吗 老虎哥给它处理了一下 基本上就不明显了 一个非常浅的抱柚 然后这边也是会有一个二重皮 可能当时磕过 形成了一个小的二重皮 但是非常不明显 但是也没掉也没坏 这个线也不明显 给大家聚一下脚 要不看不见 看到吗 非常不明显 只是在里面 外面没有 不受任何的影响 外面给大家聚一下脚 外面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说的金柚一样 那么这个也会考虑进去折扣 那么如果没有这两点毛病的话 这个抱柚瓶 应该是在4000到5000块钱 画的非常的细路 非常的漂亮 而且带有人物 而且这两只 一只凤狂一只公鸡 画的也是非常的唯梦唯笑 那么今天给大家一个折扣价格 喜欢的话 就两只能把我们一个光绪式器的 这是一个光绪式器的 典型的光绪 我们看一下底下 还有底台秀足方式 这是一个光绪式器 一个粉彩的 然后寓意吉祥的 帮主屏请回去 那价格还是非常超值的 因为现在这种细路的东西 价值能一直在向上攀升 遇到的就是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那么喜欢老虎哥的视频 请在老虎哥的左下方 用西瓜视频软件的朋友们 长按三秒钟 给老虎哥一个超强的推荐 然后用头条的朋友们 就用在小手的这种位置上 然后长按几秒钟 给老虎哥一个推荐 谢谢大家的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在右下方点下关注 这样以后找老虎哥的视频好找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那么老虎哥 为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老货 谢谢大家